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老师,不买琴,可不可以学琴? 学琴的早期是不需要那么快来压住的 学习音乐的早期阶段,我会教导同学钢琴结构 音调高低,音律流动,正确的助织和手形 上述这些知识都需要一段时间的教导和观书 所以学琴的早期不用那么快买琴 那学琴先,还是买琴先呢? 至于这个问题,不如分析一下买琴的好处和顾虑先吧 买琴的好处,确定了学习的意向 买琴,在家可以随时随地练习,没有时间性限制 触键、音色等范层,只可以在钢琴上才感受得到 适而一开始就适应和学习 至于买琴的顾虑,面对着寸金尺寸的居住环境 要安置一部大型傢俬在家里的确要神经考虑 钢琴的交甲、尺寸、音色等都要好好考虑和选择 小朋友未够成熟,能不能够持之而行地学习下去 相信是大部分家长最为顾虑的 家长可以考虑家里的各种因素 再听从老师的一些建议,作出最合适自己的决定 选择钢琴还是数码钢琴好些 至于买钢琴还是数码钢琴 不如分析一下他们的利语币先 选择数码钢琴的确限位 价格一般都比钢琴低 亦都少了调音的费用支出 加上功能多,同学更加有兴趣坐在琴边 只可惜触弦太轻 练耐了会令手指懒惰了 谈不出钢琴的音色和变化 久而久之,就不懂得分辨音色的好与坏了 学习到一定的程度,必须换上钢琴 这一笔的费用到时都是欠不了的 至于选择钢琴,音色阶,琴建筑也好 能够被彈奏者以指力控制不同层次的大小声 钢琴的确不能够保值 但是选一台型号品质比较好的 折旧程度相对都少 另外,钢琴需要定期保养和停音 这方面的支出是长短战 亦都是自琴的考虑因素之一 总括而言 学习早期的音乐体梦班 在家里是不需要自琴的 同学只需要到琴室 或者到老师的家里学习就可以了 到学习一定的程度之后 家里考虑买琴啦 不妨可以听下无师的意见 选择一部合适自己的钢琴 至于选择数码钢琴还是钢琴 可以听下音乐方上述的意见 希望这些资讯帮到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